请得点评有雷,请斟酌观赏 哎呦,今天可能想知道又来说电影了 今天要说的是一部惊悚脑补喜剧 游戏夜杀必死 麦斯和安宁他们夫妻俩 每周都会参加一场属于伴侣的游戏夜 但自从麦斯的哥哥布鲁克斯加入后就越玩越大 这次布鲁克斯安排了一场神秘谋杀派对 找来了冒充歹毒与假的FBI探员 所以当有人被绑架的时候 应该也是游戏的一部分吧 六名玩家一路破解到最后 发现这场游戏和麦斯的哥哥布鲁克斯都不太单纯 在这整个混乱的游戏夜中 每一次的意外转折都导致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变化 让人难以招架 故事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频道推荐分数 本频道推荐分数为7.8 此部男女人员我都还蛮喜欢的 而且算是一个要用脑的喜剧过程中 跟着剧情推进解谜 但是又不时给你意外的岔入 没什么冷场 如果不知道看什么 想要放松可以进西院好好欣赏一下 心得点评有雷 请斟酌观赏 故事的一开始直接不拖泥带水 麦斯跟亚当因为游戏夜而在一起 而每个周末会在他们家定期举办游戏夜 邀请一些好朋友来同乐 游戏项目可能是桌游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比手画脚 住在麦斯旁的邻居警察盖瑞 是一个非常非常解嗨的玩家 大家都尽量不找他 而再一次的游戏夜中 麦斯他老哥布鲁克斯要回来了 布鲁克斯就是从小到大都赢过麦斯 导致麦斯有哥哥障碍 只要听到布鲁克斯就会紧张 甚至觉得不对劲 那次游戏夜又是让老哥占据所有的风采 游戏结束之后 布鲁克斯也说了 下次来我家 我来办一个不一样的游戏业给你们玩 一周后 众人来到布鲁克斯的超级大豪宅 布鲁克斯说 今天来玩比较大的游戏 等等有歹徒闯进来会绑走人 而你们要依靠着线索 去找寻最佳最后的解答 成功破解的话 就可以得到我停在外面那台的超级跑车 说实时那十块 马上就有FBI探员进来说会有绑架案发生 但是众人不以为意 大家笑呵呵觉得演的真的很逼真 此时歹徒闯进来跟布鲁克斯扭打成一团 其他人像是在看戏一样鼓掌叫好 说演的怎么这么逼真啊 布鲁克斯被抓走了 游戏开始了 六个人分成三组 大家各找线索 麦斯跟安妮借着科技的厉害 直接开启寻找我的手机 奔出去追 而会计莎拉跟脱线莱恩 直接找布鲁克斯的信用卡资料 查询最后刷卡记录 想要直接用钱贿赂买最终线索 凯文跟蜜雪儿则是陷入忽血咬痕的谜语中 找寻的过程中三组笑料不断 麦斯跟安妮以为是玩具枪 开始耍狠 对歹徒说 不要再演了 好了够了啦 结果正当以为要结束要破关 可以开心的开超跑回家时 布鲁克斯说 我是真的被绑 其实我是走私犯 不是什么华尔街的交易员 我一切的一切都是在骗你的 而我这次惹到大麻烦 他们要把我抓走杀死我 这期间天兵的安妮 不小心物色老公麦斯 之后布鲁克斯还是被抓走 六人小组开始会合展开拯救布鲁克斯的行动 在想说怎么查幕后黑手的时候 灵光一闪突然想到 原来我们有个好邻居盖瑞 可以用他的电脑查询幕后黑手的真名 去找寻彩蛋 以及使用彩蛋换老哥布鲁克斯 突然觉得我怎么这么聪明 结果在盖瑞家也是笑点百出 尤其那只可爱的小狗 充满尴尬的喋喋乐 就在麦斯成功取得资料之后 一群人潜入豪宅进行偷蛋大作战 也顺便看到了好野人版的斗阵俱乐部 莱恩看的路迷也意外看到彩蛋在地下室的保险箱 还没有关 就在拿到的时候被发现 开始丢蛋传球逃跑 也约在某条废弃的桥上 一个交蛋一个交人 但是蛋在逃跑的过程中碎了 得到里面的一份保护名单 主角一行人要被杀掉的时候 邻居盖瑞帅气登场解救了大家 而且也说了 这样子的游戏业才好玩啊 原来在布鲁克斯的游戏业 又包了一个盖瑞的游戏 正当大家开开心心 真正的黑手出来了 给了盖瑞一枪 布鲁克斯还是被抓走了 接着开跑车跑机场去撞飞机 即刻救援搞笑版 最后成功救回了老哥 而跟老婆的感情也稳定 一群回到那之前的匕首画脚游戏业 说一下心得 老实说我还蛮喜欢瑞秋曼亚当斯 守着他情愿 爱重来真爱每一天 还有福尔摩斯 奇异博士 不管什么扮相都会让人为之一亮 而男主角杰森贝特曼 演的喜剧也看了不少 玩咖咖宅吧 老板不是人 切之达人 很喜欢他那种无奈的笑容 接着配角的特色都蛮鲜明的 一个狂跳针 一个超级笨 一个超级边缘 把特色都点满 透过小精灵游戏中得到启发 或许麦斯跟安妮只是吃普通的果子 不敢去吃中间的水果 因为会被鬼抓 所以麦斯其实在之前是想成为 像他老哥一样 吃水果 风光的人 但是经过这场游戏夜之后 才知道身边的安妮就是她最好的水果 想跟她一起生活 并且生下小孩 让他们的小孩成为最厉害的小孩 比其他小孩还要更强 话说 盖瑞仿佛就是边缘人的写照 朋友聚会没被问 盖瑞的脸仿佛写的 我就是边缘人 哎呦 今天的电影点评就到这边 那我们下一次电影系列再见 拜拜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